市林地检署办理112年 众乡传情宋温馨端午关怀活动 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系纸教会举行 当天包括了法务部长、市林地检署检察长都出席参加 现场征赏美味的爱心众 让受保护管束人及犯罪被害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另外也针对经济困难的受保护管束人 执政的慰问金传递关怀 希望让他们能够勇敢的面对生活挑战重新出发 来参加我们细时这边所办的 一个关股节签细的危机的活动 每一次我回到市林地检署来参加 这边所举办的活动我都特别的高兴 因为我曾经在市林地检署服务了4年 特安营业有社工师有心理师 还有我们关股委员都全力人同入 那目的就是要协助大家 活动也特别邀请了受保护管束人家属一同参加 希望透过家庭的支持强化家庭成员的连结互动 增进家庭关系也希望透过家人的力量来协助受保护管束人展开新生活 当天在系纸社区大学老师的指导协助下大家也一起包爱心众 随后会由饭饱协会市林分会将端午爱心众转送到 10位犯罪被害人的家属 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这个我们的个案能感受到 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心 感受到那个我们包括地检署 还有我们荣誉关户人协进会更生保护会 还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 他们在策划这次活动那非常的用心 那在现场所包的种子我们也会转送给我们的被害人的家属 冬午节前办理众乡传情送温馨关怀活动 现场充满爱心与温暖地检署也不忘返会选宣导 这层慧林细子采访报道